我必須說教育部送出來這個學習型兼任助理 各校濫用的情況非常嚴重 這樣的假學級真勞動 居然就是由我們的教育部 由我們各大學的校方 一搭一唱連首演出 就這樣任意的壓榨我們這些學生勞工 現在各個大學試著用各種題目來規避 應該給學生勞動者的勞健保還有勞退 高雄科技應用大學 資料匯整與建檔協助促進延期活動辦理 工作區域環境成名 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些工作變成學習處到底有多方面 稅逐學習行 稅逐學習行 把我勞健保 我勞健保 勞動權益無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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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受到勞基法 以及相關的勞動法令的保障 譬如說協助老師上課的助教 學班的助教 他們做的是改考卷 然後登記成績 以及在討論課的工作 現在學校要求他們 必須要選修一門零學分的課程 才能夠擔任 才能夠跟課 才能夠擔任他們原本的助理工作 但是這門 他們選擇這門課程 並沒有任何實質的上課內容 他從來沒有上過課 讓這份工作 看起來像是學習 這樣一來 學校就可以省下 作為雇主 他應該要幫 學生加保勞健保的成本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們在外面做的每一份工作 學生在校外做 校外打工 都可以說可以學到技能 但是這些工作 有因為他可以學到東西 所以就不用保勞健保嗎 不用遵守勞動法令嗎 師大呢 只是把這些工作呢 把它全名叫行政學習行助理 論文學習行助理 然後還有 師徒制 然後這些助理呢 通通都沒有勞健保 還有勞退的保障 那我自己是擔任學校的師徒制助理 師大呢 將教學的勞務行為 強制歸為學習 那我忽略了 我們就是在被課的時候 付出的時間成本 今天是我運氣好 就是沒有在教課 或授課的時候 協助課程的時候 發生任何意外 但是如果發生像前些日子 師大聖科系助教 然後在外面發生意外的狀況的時候 那學生還能有辦法得到相對應的保障嗎 這一年來 有這麼多的助理權益受到剝奪 那教育部有處理嗎 那好像在說我們學生比較不值錢 然後應該有被招待很一樣 在陽明大學 我們勞權小組發起過問卷調查 就發現多所細所學習行助理都表示 他們在分流後 負擔的工作跟分流前是沒有任何的不同的 他們還是得要幫細所辦研討會辦活動 他們得要打掃辦公室 他們得要送公文 這些很顯然就是勞務工作的這些事實喔 就被學籍之名 被學校用實務課程的名義 用這樣的假分流 就輕易的遮掩掉了 雇佣關係的認定呢 它是勞動部以及地方勞動局 比如像台北市勞動局等勞政機關 他們負責認定的 對 那教育部這指原則呢 授權各大學可以自己去訂定 什麼叫勞固關係 什麼不叫勞固關係 我這樣問大家 大學自己是雇主 是這些兼任助理的雇主 他自己去認定這個勞固關係 難道不會有求援簽裁判的問題嗎 國立政治大學 表面上作為這個分流的規定 看起來好像對學生會認知 讓你有學習性 讓你有勞步行的助理 的選擇可以選 實際上呢 實際上 在學校級通識中心 以及加大中心的 就是校級的助教 就是教學助理的部分 我們去年跟學校的談判 可能一整年 最後我們得到了 你的分流結合 這分流結合 就是如果你選擇勞步行 你的薪水會比學習性 助理一個組織 真正少了六到八千塊 我請問一下各位 在這個狀況下 有任何一個學生 可能真的選擇勞不行嗎 被迫去簽一個 我跟各位不同意的契約 上面寫出來 我所付出的一切 都是為了學習 我今天點名是為了學習 改學生考卷 是為了學習 我今天上助教會 為了學習登記分數 是為了學習 我請問一下我 我三月同樣一個助教 已經第三個學期 我需要重新去學習 怎麼登記分數 怎麼點名嗎 由此可見 這個分流是非常非常荒謬的 大家如果去 現在如果去 網頁上面搜尋 就是Google上面搜尋 進入就是 學習新助理的關鍵字 都可以找到各個學校裡面 有非常多 在應徵學新助理工作 但他的工作內容 比如像是 國際研討會網頁設計 然後 去相關網頁技術 這是國立中衛大學 他們應徵的學習 助理 還有 有網頁設計經驗者家 對門公設計 這是他的 他的標準 需要能力條件 對 獨立並製作網站者家 可以獨立並製作 這樣子 要學習什麼 要學習什麼 很想問他 還有真理 還有那個中央研究院 研究院 我們國家 國家的就是研究機構 要自己辦法 然後還有真理資料 然後要使用SPSS Stata SARS等 統計完畢 對 都已經有一些專業 然後還要 還要他的學識 我自己有另外一份 在中央研究院兼職的 研究助理工作 那這份工作 原則上工作內容包含 幫老師收集資料 以及處理資料 然後幫老師 打訪談稿 等等的 這些 關於研究方面的 一些例行性事務 中央研究院說我 他就說我是學習型助理 不給我頭髮 那但是在中研院 他本身 他並不是大學法所規定的 就是授與學位的機構 他只是一般外面 有別於大學 在外面的一般的研究機構 那他跟所謂 實習學位課程 畢業條件 還有研究論文都沒有關係的情況下 他在他的網頁 還有他PO出的真正廣告上面 使用了學習型助理 這樣的概念 其實就非常的令人不竭 那我自己也是 在這個分流方案底下的受害者 那我自己也有去檢舉 中醫院違反 勞保條例 跟就位保險法 還有勞工退休金條例 那在日前都已經確定 就是勞動部有 對這些違法情節開罰 我們有去檢查那個課程嗎 零學分沒有上課 沒有課單的課程 我們實際上沒有讓我們課程 這是為了可以進入老健保嗎 我們就是 如果 如果是 學校裡面 他濫用這樣那個學習的情況的話 我們歡迎工會 或者是外界 其中這樣的一個情緒 各位朋友們 我們未來跟學校 一起做討論 跟學生跟工會一起來做討論 幫我們 我們檢舉了十七案 十七案勞委 勞動部已經受理了 你們為什麼要打形象訴訟 如果你們認可勞動部 他認定的勞部判決的話 你們為什麼還要去打住院 為什麼你們不去阻止學校 你們為什麼不去阻止學校 你們可以說 勞動部已經判下來了 學校 你們就讓他是勞固刑的 為什麼你們還要 民怨勞動部的犯 幫學校講話 專會你知道我們已經提了檢舉之號 是可以檢舉到來的嗎 勞動部都判定了 你們有什麼資格說話 專會副作為證判機關 難道不應該去管管這些大學嗎 好 我們會把這些個案再拿出來 再拿出來 已經一年了 我們積了這麼多檢舉個案 不去廢房 檢舉個案有一些是 6月17號分流錢的個案 因為我們在宿願會裡面去了解 有一些是分流錢的個案 分流錢的狀態 其實我們用分流錢的個案 來一直說 這個學校就是違法 學校就是有問題 這個孤動門 確實沒有辦法再接受 分流錢後的工作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給你們玩一年 一年的檢討 我們再來檢討 給你們玩一年 不用分流錢 然後現在學習型助理 連大學外面都在使用 大學外面跟分流沒有關係 所有的學生都沒有 所有的學生都沒有得到保障 但分流之後 屬於勞固型的學生 目前至少有13萬 勞固型也不是你們保障的啊 至少有13萬的學生 有很明確的 我們讓科技部跟中原院 可以去用學習型助理欸 學生勞動自由保障 他們是要學習什麼 那我要問下一步 那勞動 勞動 你怎麼常都主動 什麼時候給我們回應 這些案例 你什麼時候給我們回應 王中原 可不可以設定一個回應的時間 可不可以設定一個回應的時間 就是 你主動撤查以後 你可以在幾號之前 可以在這個月嗎 可以在這個月 嘿嘿嘿 小姐你這樣子不行 等一下 等一下 幹嘛 怎麼樣 學習超級戰 學習超級戰 還給教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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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超級戰 還給教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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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教育部 全新超級彈 還給教育部 全新超級彈 全新超級彈 還給教育部